菩石正乐团的总监是吴孟玉 团员是一群热爱艺术音乐 50岁以上的乡下妈妈所组成 学习了一年多之后 在玉里客家馆举办了音乐发表会 包括了文化局还有仙园还有政长 都到场来聆听他们精彩的演出 平时打扮菩石的地方妈妈们 这天穿上古典洋装画起淡装 用古针弹奏起一首又一首的曲子 让在场的民众听得如痴如醉 其实菩石正乐团是由一群热爱艺术音乐 50岁以上的地方妈妈所组成 学习一年之久 在玉里客家馆办理音乐的发表会 他们这次的演出大概是有十首的曲目 其实都是由他们自己领奏的 他们自己去排那个曲目 谁要领奏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领奏的部分 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出他们在古针上的用心 然后很值得就是老师个人我呢 学习这样子 学习了一年多 终于在玉里客家馆办理音乐发表会 文化局詹芳雅 现音员中苏镇 镇长龚文俊夫妻 以及多位地方人士及音乐爱好者等民众到场聆听 即报现场 那当然最感动的是看到了 如果其实没错 当时这个古针琵琶 因为陈老师他们 当时在谈的时候 好像都是一季两季 现在已经看到 这边就已经八季连着没有九季 而且也看到 变成罗晓的玄厨业团也成立 就是说写一年而已 已经看到产业以及艺术 已经在做一波的传承 这个就是我们很希望未来的艺术 不管是产业 不管是艺术 能够优质化 能够常态化 能够变成是生活化 吴孟玉表示 乐团从玉里出发 作为朴石巡演的首场 希望朴石针乐团 能够给大家舒缓 放松以及抚慰人心 共同推动传统与经典间的 古针音乐饗宴 建立一支地方更好的针乐团队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